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 至今一共举办过三次峰会 第一次峰会于2006年在北京举行 当时的东道主是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 时隔9年第二次峰会于2015年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举行 习近平作为中方元首前往参加 上次会议开过还不到三年 习近平又于今年初邀请50多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到北京 声势浩大的主持了第三次峰会 这也是今年中国举行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 再一次满足了中国领导人张显万邦来朝气派的愿望 中国是在年初决定召开这场峰会的 当时习近平刚开始总书记的第二个任期 正是致得气满 自那个时候以来 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今年年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取消了宪法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 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感 其次借助习近平思想入线的机会 中国官方媒体将人们厌恶地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 推向高潮 使得民众与领导人进一步疏离 第三是特朗普启动了惩罚中国的贸易战 中方的应对极为笨拙 人们对最高领导人的判断和能力表示出了极大的失望 并对其一系列内外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怀疑和批评 习近平上台后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 也是人们批评的焦点之一 国外批评的重点是 中国的计划实际上是在恶化沿线贫穷国家的债务负担 再加上计划执行过程中的腐败 这将给将来无法还债的贫穷国家 带来灾难性的政治经济后果 国内的批评主要来自中国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 他们批评政府在中国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情况下 尤其是在普通民众的养老 医疗教育等重要问题都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的情况下 为了满足中国领导人 充当世界领袖的浅薄个人欲望 而不讲效益的对外大量撒钱 这种做法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这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正是在这样的一片批评声中召开的 似乎是为了与国内外的批评针锋相对 中国的官方媒体对这次峰会进行了高密度全覆盖的宣传 习近平则是整个宣传的中心 这种做法再一次显示 一个自上而下极权的体制 对弥漫于社会之中的那种不满情绪是多么的不敏感 这种上下完全没有交集的单行道做法 无疑是中国社会矛盾不断加深的原因 对中国的太子党有所了解的国内外人士也完全可以看出 这种做法非常生动的体现了太子党出身的中国领导人的个人风格 面对舆论的批评 与所有那些习惯于极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一样 中国领导人本能的反应就是抗拒 当他推行一个新的政策的时候 从周围听到的全是一片恭维之声 这是因为他身边围绕的本来就是一个治国无能而谄媚有数的小集团 这一点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 因此在听到批评的时候 领导人和他的小集团所想到的不是如何纠正错误或者弥补不足 而是如何通过抗拒批评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伟大 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没有合法性 总是十分担心在人们的批评背后有一个推翻自己阴谋 这样一种愚蠢的极权主义思维正是目前中国许多问题的症结 无论是从改革的道路全面倒退 还是顽固的拒绝普世价值和民主法治 中国的当政者完全迷失了方向 而在迷失方向之后 他们通过撒钱来营造世界领袖的做法 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正确 并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当那些贫穷国家的当政者用中国财政提供的机票和时速 来向中国讨要数以百亿的援助的时候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项交易 对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都没有任何益处 只是中国领导人可以从中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腐败的非洲领导人可以充实个人的腰包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8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高新的署名文章 题目是中共财政供养人口比例越高 正确越稳 各位听众好 这里是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夜化中南海栏目的文章作者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本专栏的上次节目播讲的文章中 提供了一个客观依据就是中国统计年间的数字 中共目前有44067个乡镇街道党委 2861个县级党委 330个地市级党委 31个省级党委和一个庞大无比的党中央 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宴校戏所军事礼团党委等等 养党经被知据可想而知 上个月早些时候 海外某家华文媒体转载了中国内地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 缺钱 辽宁财荣90%之后 中国的官民笔终于算清楚了 文章中说多少纳税人供养一个吃黄粮的 长期是比糊涂上 正来炒去好几回一直算不清楚 不提防 大到阔府的辽宁省机构改革亮出了两个数据 让真实的官民笔浮出了水面 这篇文章直接援引中共地方党媒 辽宁日报提供的硬数据 说的是辽宁省的省值机构有659家公益性的事业单位 已经整合为65家大型事业单位 精简比例达到90% 8月底之前完成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下辖的事业单位 要完成90%以上的精简 还特地将1比39的官民笔定为奔斗目标 辽宁有事业单位35000余家 事业编制超编了110万名 而且2017年年底 辽宁省人大通过草案 超编人员不得办社保发工资 如此看来 要裁掉这110万官民笔供养 才能够达到1比39 有了这几个数据 改革前的供养笔 只需要算到简单算数题就可以了 2016年的数据显示 辽宁省有人口4378万 按照1比39的供养笔 改革后辽宁有112万吃官饭的 那改革之前吃官饭的 就是112加110等于220万 用4379除以220 就等于改革前的供养笔 答案是1比19.7 在中国大陆官民笔 或者说国家和地方财政供养笔 曾经有广为流传的几个版本 2005年的时候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玲的透露 中国公务机关人员官民笔例为126 同年中国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撰文表示官民笔事实上是1比18 早在2005年 中国人民网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说的是 我们该如何看待1比26的官民笔 文章中批判说 26个百姓供养一个官养出了不少社会疾病 其一增加了财政支出 埋下了扰民隐患 其二在不少地方已经发展到了官多为患的程度 办事推卧扯皮 敷衍筛泽 比待遇 比享受 比能带 吹经验 造数字 其三造成了干部队伍素质滑坡 由于食阳酒墓 官多为患 某个镇的镇领导成员 近高达数十人 此可为许多地方机构膨胀和食阳酒墓的典型缩影 经济学家吴敬连曾指出 我国的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到了极限 该人民网的文章还奔记说 奔记美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就可以发现 原来美国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一位普通民众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 社会保险教育项目贫困救灾等领域 政府雇员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支出比例却比较低 而中国的情况却是 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 在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奇高 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却非常低 比如中国目前每年公务车耗费了3000亿元 超过了一年的国防费用 如上这篇文章在中国内地的公开网站上仍然可以搜索出来 不久前一个内地网友把此文翻出来切在自己的博客里 并注明全国每年公务用车耗费3000亿人民币是十好几年前的数字 现在肯定是6000亿也不止了 肯定是因为习近平当局日益恐惧 官民比和财政供应人口的议题会引发全社会的非华联人口的强烈不满 严重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我们在内地的记者朋友几年前曾透露2016年年中中共曾有内部指示 不准在公开文章和新闻报道中出现官民比 吃黄粮人口国家和地方财政供应人口之类的话题 但是往往是官方的正面新闻报道中 还是会不经意的暴露出中央和地方的官民比 比如陕西的省级党媒曾就有一篇报道文章中说 昨日上午李全县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一间崭新的教室内 整齐的排放了一排排的电脑 来自全县94个镇区级部门的426名党员干部 正在参加由线上统一组织的综合知识考试 作为全县2万多名党员干部大考的首批考生 他们的这场考试被全程视频直播 有中国内地网友立刻发现 这就为我们计算判断官民比提供了典型实力 陕西省李全县是一个中等县 人口在45万人左右 如果干部有2万人的话 那么这个线的官民比就是1比22.5 2016年年中 中共宣传部门奉命习近平 把讨论中共政权之下的官民比和财政共享人口 也当成了敌对势力的别有用心之前 内地的经济参考报曾经刊登文章说 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共享人口为5392.6万人 这些都是由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 除此之外 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准财政共享人员 估计准财政的供养人员总人数超过1000万 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党政军群机关工作人员 二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 三是党政军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 加上这部分准财政的供养人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改革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建提供的一个最新数据是 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的人数超过了6400万 超过了英国的人口总和 中国行政成本之高 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 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任宇宁也做了一个统计 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官民比比例已经达到了26.1 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 比清末高出了35倍 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 吃荒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是史无前例 于此前后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的副主任周天勇的结论是 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了7000万人 所以中国的官民比比例实际应该高达1比18 我们上次节目中引述的穆正新先生文中所批判的 公款养党中的党 指的是打了江山自然要做江山的共产党 事实上公款也就是国库公养的除了共产党 更有他身上的一群寄生虫 中共建政之初 毛泽东曾经把一些思想极左的民主党派成员主动提出的 从组织上解散民主党派的要求吃这杯短式 并要求将所有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开支 同共产党各级组织开支一样 全部由国家包干 列为共产党统治下的各级人民政府行政开支的一部分 决定了民主党派由国库开支供养之后 便有了一个具体花多少钱的问题 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民主党派成员的公私待遇问题 既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民主党派成员在干部级别上自然要比共产党成员低一格 于是考虑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共青团中央 与共产党中央机关的部位平级 于是各民主党派便有了套用的标准 从50年代初期开始 所有的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会都被定为享受政府级待遇 其下级单位以此类推 都要比所在地的共产党党委和地方政府第一级 比如民革在某省的支部就享受政局级待遇 不过与中共中央的多数部级建制中的第一把手 都是由政治局委员或者书记处书记兼任一样 从多年前开始 所谓的八大民主党派的第一把手也都会被安排出任部国级的职务 或者是全国人大的副院长或者是政协副主席 以此类推 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的一把手也都会被安排为同期政权的人大副主任或者政协副主席 近些年来 中国政权一向民革之类的规模相对较大的几个民主党派施以进一步的政治实惠 安排其内部的一把手出任全国人大副院长 二把手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以此类推 其第三把手一定是享受国家政部级待遇的所谓专职副主席或者副主委 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 中共政权供养八大民主党派的中央领导机构所付出的巨额开销 虽然同共产党自身的开销一样均是来自亿万纳税人的劳动所得 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政权的独裁专制统治 民主党派凭什么让国库支付他们的组织开销 紧基于此 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的这句歌词 确实是唱出了那些政治花瓶们的心里话 各民主党派内部之所以同共产党政权内部一样勾心斗角征权夺利 说到底就是因为一旦熬成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虽然没有政治实权 但至少还有生活待遇上的巨大实惠 依此类推 从省至县的各级地方财政也都供养着一大批民主党派地方分支机构的专制人员 这批人员的具体数字中共政权从未对外公布过 更具体的分析内容我们下次节目会继续播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8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小山的文章 题目是贸易战家间谍阴影 中国人风忧美国留学无阻 尽管贸易战让美中关系趋于紧张 对移民政策的担忧也与日俱增 再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公开指控中国留学生已为间谍 但是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愿意来到美国逐梦 统计表明中国留学生占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最多笔份 中国留学生去美国仍呈增长趋势 据多维新闻报道 美国6月发起对华贸易战时 特朗普的指控有两项 中国主导不平等贸易 中国窃取知识产权 特朗普甚至在私人晚宴上抱怨留学生各个是间谍 剑指中国 不过美国就像一个充满诱惑的梦在召唤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特朗普对华贸易战都无法阻挡 据香港南华早报9月7日报道称 尽管赴美大学国际留学生人数已经连续两年下降 在中美贸易战已经进入到第三轮2000亿美元的博弈背景下 中国留学生的赴美求学意愿依然强烈 报道称 一份对2017年的统计数据指出 赴美留学生占中国留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总裁的高级顾问布鲁门塔尔称 其中一半是前往美国大学深造 他还称 根据我的判断 近期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绝不会出现下降趋势 报道也指中国就业机会的吸引力看涨 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人数呈上升趋势 报道称 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 选择回国就业的留学生人数2017年环比2016上升了11% 针对为什么贸易战不足以阻止中国学生留学美国 报道指尽管近两年选择就读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数量在不断下滑 但是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却一如既往 尽管贸易战让美中关系趋于紧张 对移民政策的担忧也与日俱增 但是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愿意来到美国逐梦 根据国土安全部的数据 去年约有35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 占据海外中国留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 据国际教育协会主席高级顾问布鲁门塔说 我预计不久的将来 中国学生留美的人数也不会出现显著下滑 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仍然无庸置疑 中国学生和父母们很重视美国大学的灵活性和教学风格 他还指出中国留学生中近一半都是本科生 他补充称 丰富的研究机会和对博雅教育以及批判性思维的重视 也是美国大学吸引中国学生的重要原因 报道说 尽管特朗普政府要加强移民管控的言论 以及可能限制留学生就业的做法 会让其他国家的学生望而却步 但是对中国留学生来说 这并没有太大影响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8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小山的文章 题目是 P2P危机出人命 政府曾力推赫然有李克强 席卷中国的网贷平台 P2P金融理财投资暴雷风暴 再导致无望的受害者自杀 中国网络广为传播杭州一位31岁的母亲 应被国资入股的P2P网站坑害近百万 维权又遭暴力打压 悲愤上吊自杀的视频 官方意控的P2P危机再次浮上台面 中国的P2P平台拥有大约5000万注册用户 未偿还贷款1.3万亿元人民币 报道显示2015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第一个工作日 视察深圳表态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 对P2P极大利好 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 中国网上视频和图片显示 这位叫王倩的年轻母亲生前希望维权 但被警察暴力执法 她年幼的儿子目睹一切 对当局处理P2P诈骗案件绝望 王倩在9月6日的绝笔遗书中怒问 人民的名义在哪里啊 还没开始维权 派出所就锁定你是维稳对象 限制你 去上海找股东要钱 出来驱赶金融难民的警察 比维权的人都多 遗书还说 她的心态完全崩溃 从小接受教育的爱国爱党 集体荣誉感 一下三观全毁了 平民太弱小 看不到希望了 王倩在遗书的最后 还嘱咐孩子好好读书 长大了出国留学移民 据姓王倩因被国企入股的P2P网站骗财近百万元人民币上告 与索赔无门 王倩绝望自杀引发网友强烈反响 许多人疯传她的遗书 有网友表示 多数中国人在认识上与这个可怜的女子一样 相信国家 相信党 看不清楚 这个谎言 就只能在自干 武和绝望者之间切换 报道指 还有网友表示 被P2P平台骗光钱财 维权无门 反遭公权力暴力对待 绝望之下选择了像蝼蚁那般的脱离苦海 报道说 王倩在遗书中写道 钱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还年轻能赚能活下去 但是这口气实在受不了 中国各地数以万计的P2P血本禁式的受害人的维权活动 都遭到各地当局的严密维稳控制 近万名P2P受害人一个月前计划在北京发动大规模维权活动 但是遭到警方四处围追堵截 导致抗议活动胎死腹中 据目击者描述 当局在北京金融区部署大批警力 排列了120多辆大巴 并且在旅馆和公车上清查维权人士 阻止他们采取行动 据苹果日报说 P2P受到中国官方支持与保证 中国总理李克强曾考察深圳P2P公司 2015年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第一个工作日 就率领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银监会、证监会等多个部委负责人 在深圳对前海危重银行 柴获创客空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考察 李克强更表态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 对P2P极大利好 所谓的P2P借贷指的是个人与个人间的小额借贷交易 借款者可自行发布借款讯息 包括金额、利息、还款方式和时间 一切自行决定的自助式借款 自2012年以来 中国P2P网贷平台就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起 内地官媒还曾做过大篇幅报道吹捧这种新兴的金融服务 报道只过去一、二年间 倒闭的多是小规模、地方性、民间色彩强的P2P网贷平台 没想到进入2018年 多间知名大型P2P网贷平台也陆续爆出财务危机 连有国企股东坐镇的半官方平台依然无法幸免于难 如钱妈妈、云端金融、联币金融、匪讯金融等 到了2018年6月单月倒闭的平台数目已超过了80家 单是唐小僧一个平台的注册用户就有1082万人 随便一家倒闭签设的金额都是10亿百亿元烂账 受害规模完全无法估计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8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文章 题目是 马云 我退休并非一个时代的结束 马云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 将在下周一他54岁生日当天宣布从阿里巴巴退休 转而做教育慈善 观察家则表示 无论马云自己怎么想 他退下来都将被解读为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沮丧或者担忧 这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而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马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他这里谈到的是他计划从阿里巴巴退下来一事 纽约时报9月7日刊文称 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马云表示 计划在周一9月10日辞去董事局主席的职务 转而做教育慈善 我爱教育 马云说 表示将花更多的时间和资金在教育上 文章还称 马云将会继续担任阿里巴巴董事会董事 给予公司管理层指导 9月10日是马云54岁生日 也是中国教师节 纽时文章还称 中国商业环境变差 经济面临增速下降和债务增加问题 目前还处于与美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 阿里巴巴 马云的商业帝国 医书的作者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表示 无论马云本人怎么想 他是中国私营经济健康状况以及他们能飞多高的象征 他的退休将被解读为沮丧或者担忧 无论他喜欢与否 中国媒体界面新闻援引阿里巴巴公关部表示 不管是在社会公益还是在阿里巴巴 马云天天都在做老师 也天天梦想着再去做老师 这做教育慈善对他而言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想法 目前阿里巴巴集团的市值已经达到4200亿美元 其目前的业务包括B2B贸易、网上零售、购物搜索发动机、第三方支付、合云计算服务等 该集团有众多为人熟悉的子公司 例如淘宝网、天猫 2014年9月 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 首日涨幅38.1% 这在当时引起世界舆论哗然 让阿里一时间成为了市值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 也让马云这个名字为世界所熟知 然而阿里巴巴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其网络零售平台上的假冒商品问题 多次受到中国监管机构的批评 美国贸易代表在2016年、2017年两次将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名单 如今 马云的名字几乎无人不小 他穿梭于商界、政界间 被看作是拥有极具前瞻性的商业头脑 和最为敏锐市场嗅觉的中国企业家 而毕业于杭州师范外语系的他 在从商前是一名英文教师 马云在1995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信息 发布网站中国黄业 1999年创办了阿里巴巴 近年来 马云逐渐淡化自己在阿里巴巴集团的角色 2013年 他辞去了阿里巴巴集团CEO的职务 但继续担任该集团董事局主席 据中国媒体今年7月底曝光 马云在阿里的持股 从之前2017年1月的7% 降至2018年1月的6.4% 最大股东软银持有28.8%股权 大家好 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MING JING Radio 或者呢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 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 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 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